羅馬尼亞正企圖舒緩已經導致幾十名兒童死亡的麻疹流行病 目前該國每個星期報告大約200宗新病例 疾病激增加劇的原因是在某些地區接種疫苗的比率很低 有些知名人士在電視宣傳廣告當中警告公眾不要讓他們的子女接種疫苗 甚至宣稱不存在這種疾病 這種高度潛染性疾病是可以透過疫苗預防 但這種病繼續使得羅馬尼亞最貧窮地區的嬰兒和兒童患病 布加勒斯特國納傳染病研究所的負責人對美聯社說 由於幾百萬羅馬尼亞人在國外工作並且經常出差 疾病傳播速度加快